《特朗普顛覆船舉案預期開審》 《聯邦法官駁回特朗普請求》 麥當勞全球多地門店癱瘓 德州禁王身法復活 蘋果被指控隱瞞業績疲軟 Target今個星期日推自動結張新規定 阿航破洞班機近多乘客慶數 最早今日時事眾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馬英臨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3月15日 喬治亞洲一位法官裁定 蓋舟赫爾頓院地區檢察官范尼·威尼斯 可結留在特朗普陰謀推翻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案中 但有一個主要條件 赫爾頓院高等法院法官麥克菲 認為威尼斯和這件案的特別檢察官 威德的戀愛關係造成了不當行為的表象 從而導致 要不就威尼斯和他的辦公室撤出這個案件 要不就剩下韋德一個人撤離 這是一個比較容易的選擇 如果威尼斯離開 這件案將會轉交給其他檢察官 勢必影響案件的進程 但如果只是威尼斯離開 這件案將會繼續審理 不再拖延 結果威尼斯宣布離開這件案 法官還認為威尼斯和威尼斯的關係 並沒有帶來實際衝突 如果有實際衝突 將會直接撤銷威尼斯參與這件案的資格 麥克菲在23頁的裁決書中寫話 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 地區檢察官在起訴中獲得了個人利益 或者他的財務安排對案件有任何影響 被告關於存在實際衝突的說法必須要被撥回 該法官的裁決是雙方的中間立場 特朗普和他7名的統統被告辨稱 威尼斯和威尼斯的關係 以美助夫爾頓院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應該要全部被排除在案件之外 然而這個將會令該案陷入混亂 威尼斯稱要求他撤出這件案的說法 毫無根據 今年1月 特朗普在這件案中的共同被告之吉 特朗普的前競選工作人員 羅曼首先提出了動議 要求法官取消威尼斯參與這件案的資格 並駁回了這個刑事案件 這也是威尼斯和威尼斯有不正常的私人關係 並為他們倆帶來了經濟利益 威尼斯和威尼斯後來承認了他們有戀愛的關係 但堅稱那一段關係是在2021年11月 他被任命為特別建設官之後開始 而不是在那時之前 而且其中並不涉及任何金錢利益 去年威尼斯結束了漫長調查後 特朗普和他的大多數共同被告都拒絕認罪 並提出各種動議 請求法官撤銷檢方對他們的指控 3月14日 一位聯邦法官駁回了特朗普 希望撤銷他不當處置機密文件刑事案的請求 並在數個小時的辯論中 對特朗普在審判前阻撓起訴的努力 遲懷疑的態度 當日 邁阿密聯邦地區法官的法官艾林坎龍 發出了一項命令 稱儘管特朗普的律師團隊提出了 值得認真考慮的各種理由 但不應駁回檢方對特朗普的指控 該案涉及記商的文件 其中一些是高度機密的 特朗普2021年1月離開白宮時 將來文件帶到去佛羅里達州區的海匯莊園 特朗普當政期間任命的聯邦地區 法官艾林坎龍明確表示 他不願駁回檢方對特朗普的刑事起訴 他說駁回起訴將會很難看到 退翻聯邦間諜法的法規 將會是相當不尋常的一步 該法規是針對特朗普的大部分重罪指控的基礎 但特朗普的律師認為該法規 含無不清、不符合憲法 艾林的裁決對聯邦特別檢測官 史密斯的團隊來說是一個小小的勝利 除了進入文件案 史密斯還在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院 對特朗普提起另一項刑事起訴 指控他陰謀推翻2020年的總統選舉案 不過關於這件案 何時開始停審的問題 坎倫沒有給出答案 這是今個月在佛州舉行的第二次審前診證會 至去年6月史密斯提出起訴以來 這件案在法庭上的進展緩慢 該案原定於今年5月20日開庭審理 但坎倫3月1日聽取了幾次重新安排開庭的日期辯論後 就未宣布一個新的開庭日期 3月14日他亦沒有說明何時可以開庭 史密斯頓促坎倫今年夏天開審 但特朗普律師要求退遲到大選結束後 佳時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總統 這件案就會被取消 關於特朗普離開白宮後 是否被允許根據總統記錄法 保留這些機密文件的另一項動議 仍在審理中 但坎倫似乎不願意以這些理由駁回這件案 他告訴特朗普的一名律師聽 很難提出這個如何能夠導致駁回起訴書 3月15日全球各地都報告了 麥當勞的電腦系統故障的情況 有些麥當勞的餐廳因此關閉了幾個小時 並且在社群媒體上引發顧客的投訴 另一間連鎖快餐具頭稱 這是一個技術故障正在收復 總部位於自家國的麥當勞解釋說 當日出現的問題與網絡安全問題無關 這個快餐業巨頭發表聲明說 我們了解到技術故障影響了我們的餐館 這個問題現在正在解決 我們感謝顧客的內心等待 並且對可能造成的任何不便表示歉意 日本麥當勞系統媒體X上發布消息說 這是系統故障全國很多門市暫停營業 根據Down Detector網站重點的時候的報告 在過去幾個小時內 麥當勞APP的問題激震 電腦系統故障後 一些麥當勞的門市恢復了正常運作 曼谷、米蘭和倫敦的分店可以正常點餐和取餐 曼谷的一家麥當勞餐廳的門上仍貼著高市 上寫著技術人員正在更新系統 並且對帶來的不便表示協議 儘管顧客已經可以點餐並且以數字方式付款 麥當勞在丹麥的發言人說 技術故障的問題已經解決 麥當勞餐廳仍然在營業 米蘭的一家麥當勞餐廳的工作人員指出 該系統離線了幾個小時 一名技術人員指導他們如何恢復並運作 在澳洲去到英國麥當勞的顧客 都抱怨坐點餐的時候遇到問題 一位澳洲的顧客在X上發了一張照片 表示自助點餐系統無法使用 瑞典中部靠近挪威邊境的幾間 麥當勞的門店的老闆 帕特里克·凱耶特指出 所有麥當勞餐館都連接到全球網絡 這就是問題所在 在德州一行要求成人網站驗證 使用者年齡的新法獲准了繼續實施後 Pornhub和其他成人影片網站 終止了在該州的服務 根據CNN報導 另一個導致德州對虛擬專用網絡的 搜索量跡震 3月14日全球訪問量第二大成人網站 Pornhub在一封公開信中說 德州的新法無效而且危險 將會直接影響內容創作者 合法傳播成人內容的能力 李阿楓發布在Pornhub網站上的公開信寫說 雖然安全和合規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但每一次你想訪問成人平台的時候 必須提供身份證明 並不是保護在線用戶的有效解決方案 事實上這個將會令到美成年人和你的人私處於危險之中 羅州的這項法律的政策 名稱是眾議會第118號法案去年9月生後 但一個月後被包括Pornhub的母公司 Alo Global Entertainment在內的多個團體聯合起訴 法院隨即辦佈禁令 但在德州總檢察長 帕克斯頓提出上訴後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做出裁決 支持德州繼續實施這個禁煌新法 該法要求成人網站允許使用者做訪之前 必須要核對政府合法的身份證 或透過公共或私人交易資料驗證使用者年滿18歲 但該法律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據CNN報道 聯邦上訴法院做出裁決後 德州居民對VPN的Google搜索量一度暴震4倍 顯示勞士機門試圖繞過德州對網上無遍的監管 數位維權組織電子前沿基金會指出 德州並非唯一一個 因為實施年齡驗證法而增加這類搜索的州 過去組織的發言人洪哥說 在其他州通過年齡檢驗法後 也有類似的搜索高峰報道 而EFF反對這個法律 任何人都不應該為了訪問免費網站而交出他的假照 去年猶他州退卻了一項類似的法案後 Pornhub也限制了該州居民對他的網站的傳取 3月15日 蘋果公司就一項集體訴訟達成了4.9億美元的和解協議 該訴訟的原告指控蘋果執行長富克隱瞞Iphone 在中國需求下降的情況 欺騙了股東 當日一份初步的和解協議 已經提交給加州奧克蘭聯邦地區法院 等待法官批准 2018年11月1日 富克和分析師舉行電話會議時告訴投資者 儘管蘋果在巴西、印度、俄羅斯、土耳其等 貨幣疲遠的市場面臨銷售壓力 但我不會將中國放在這類別中 但僅僅幾日後 就傳出了蘋果要求供應商限制產量的消息 2019年1月2日 蘋果出現意料地宣布 拒漲貴到營收預期下調至90億美元 並歸咎於美中貿易緊張局勢 這是蘋果2007年推出iPhone以來首次下調營收預期 第一日蘋果股價大跌10% 市值蒸發740億美元 原告指出蘋果明知道它是中國的表現不佳 應該早點透露這一點 蘇葬社說蘋果的業務指標和財務前景都不同次被告 讓市場相信如此強勁 法庭文件顯示蘋果否認欺騙投資者 但為避免訴訟成本和牽涉精力而達成禍解 電鎖零售據透Target公司日前宣布 它將會從今星期日開始在全美門市實施 日行的自助結帳新規定 3月17日Target開始在全美近2000間門市 推出快速自助結帳通道 新通道只是對購買10件或以下商品的顧客開放 Target說各門市負責人將根據實際需求靈活 開設更多快速結帳通道 不過快速自助結帳通道通常在最繁忙的購物時段開放 同時Target將開放更多傳統結帳櫃 員工可以在那裏幫助購買較多商品的顧客結帳 去年秋天Target是200間門市 測試了新系統 發現透過限制商品數量自助結帳的速度提高一倍 消費者和零售商對自助結帳通道的態度 委員參半年2021年2月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 67%的購物者表示 他們使用自助結帳機時曾遇到的問題 根據大西洋月刊報道 零售商門反映自助結帳的機器可能很昂貴 而且會比傳統結帳方式造成更高的店內失洩率 據說Walmart也在嘗試新的自助結帳限制 某些Walmart門市的顧客可能開始注意到自助結帳通道發生了變化 Walmart一位發言人在接受今天受的節目採訪時說 我們的門市會不時調整人工結帳和自助結帳的使用 例如一家門市可能在一天開始或結束時 會被人員結帳隨著顧客和相關人員增加 這些門市會開放自助結帳台來管理增加的客流 這個過程並不新鮮 今年1月阿拉斯街航空的一格波音737客機的一個倉門 在飛行中突然脫落 計算的乘客經歷了一場高空經雲 現在更多乘客正在提起訴訟 其中一名乘客說是安全帶救了他的命 最新的訴訟是7名乘客3月14日 在華盛頓州金苑高等法院提起的 訴訟對好撤波音公司阿拉斯加航空精神航空系統公司 起訴的律師替莫西諾蘭格發布的新聞 報告稱今年1月5日阿拉斯加航空1282班機上 來自加州奧普蘭的沖 Tran就坐在脫落倉門那一排座位的後面 諾蘭格說當時空氣從洞口衝出猛地 將Tran和附近其他乘客往外吸 強大的吸力撕裂了Tran腳上的鞋和襪 他感受到自己的身體都被吸離座位 他的腳被猛烈拉到前方的座位時受傷 另一種訴訟對涉嫌疏忽產品建造和製造缺陷 以及未能保護乘客免受傷害的責任提出懲罰性 補償性和一般賠償的要求 這一架飛機從奧納江州波特蘭飛往南加州 安大略國際機場前的6分鐘是正常飛行 大約在巡航高度的一半 飛行速度突然超過每小時400英里 最後左側機翼後方的一個緊急出口的倉門突然脫落 飛行員緊急迫降返回了出發地波特蘭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傳播內容 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及TV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